近期 俄罗斯发表声明称 俄宇航员发现国际空间站 曙光号功能性货舱空气中美军含量超标 简而言之 就是货舱开始长毛了 俄罗斯宇航员于2021年1月底采集了该货舱内的空气样本 分析后发现 美立方米空气内的均落形成值为110个单位 超过了最高100单位的标准数值 美国国家航空航念局直播的国际空间站 宇航员与地面飞行控制中心专家对话内容显示 在舱空调系统运行时 俄罗斯新陈号服务舱出现异味 最近 有关中国空间站的新闻备受关注 9月17日 在内蒙古巴丹吉林沙漠 神舟12号载人飞船返回舱在东风着陆场成功着陆 神12航电员乘主返回后 中国空间站迎来短暂的空窗期 那么下一批中国航电员何时会前往空间站呢 就在神舟12号返回舱顺利着陆的几天后 天舟3号呼应飞船在长征7号姚四运载火箭的带领下 成功发射升空 天舟3号携带了必要的航天员生活物资 舱外宇航服 储藏消耗品 空间站平台物资 另外还带有部分载贺和推进机等物资 根据公开的消息 火国将于10月3日正式发射神舟13号载人飞船 即时将有三名宇航员搭乘这艘飞船前往天空空间站 在太空中度过约半年的时间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